3月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谈判的12国贸易部长 在亚特兰大最终为谈判 渴望达成原则性协议 让TPP进展又跨出一大步 针对台湾争取加入TPP 中华民国驻美代表沈旅询表示 美国政府以表态欢迎 也有不少国会议员支持 因为台湾是美国这么大的贸易伙伴 我们美国第十大的贸易伙伴 美国跟224个国家跟地区做贸易 所以基本上这个基本的态势 不应该是一个问题 因为你不可能把这么大一个贸易伙伴 排除在外面 但是你要参加TPP 你自己要能够符合这些标准 要不然怎么参加呢 因为TPP你要apply所有你的关税 你的各方面的这个规定等等 都要一致 然后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现在要努力的目标 陈旅行指出 当前台美关系从美国官员对话 免签证待遇 以及台美双边贸易等活动 是36年来最好的阶段 他出席华府侨胜美金中华会馆 举办的104年双十国庆庆祝典礼时也提到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 在70年前台湾举行的双十国庆特别有意义 台湾同胞因为70年前的双十节 technically台湾还没有完全光复 因为日本虽然投降 但台湾光复节10月25号 我们政府10月25号才真正来接收 10月10号的时候只有一个前进指挥所 大概只有二三十个人那个时候 但是台湾同胞自治 已经开始主动的庆祝双十国庆 这很令人感动 这场活动月亮拜明台湾出席 在华府市区中华城附近 将美国与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缓缓升起